它是21世纪的新概念发动机 仅凭着爆炸的震荡波 就能让飞机以16马赫的速度飞行 有不少学者呢 更是将其称为21世纪最有潜力的空天动力项目 它就是暴震发动机 那么这款发动机究竟有何能耐 让人们对它如此青睐 它与传统的发动机相比 又有哪些优势 咱们接着往下看 随着德国的M1 R62战斗机的上天 人类飞机正式进入到喷气式时代 从最早的涡喷发动机 再到涡扇发动机 再到冲压发动机 超燃发动机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喷气式发动机的技术也已经到了平静了 如果人类想要更进一步 就需要另辟蹊径 研发新式航空发动机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 暴震发动机就出现了 早在1940年 苏联科学家亚科夫·泽利多维奇 九次提出了可以利用暴震燃烧能量的可能性理论 而后德国人呢 随后就对间歇性暴震的应用 进行了早期研究 可以说这段时间呢 是脉冲暴震发动机的启蒙期 苏联和美国 对这种发动机的研究工作 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可以说脉冲暴震发动机 自从提出设想以来呢 就一直称得上是航天界的梦幻动力 暴震发动机是一种基于暴震燃烧的新概念发动机 它的原理和常见的火箭发动机或喷气发动机不同 几乎所有的喷气式发动机 在燃烧室里的动作都是连续燃烧 稳定燃烧是常规喷气式发动机 稳定工作的一个关键 但暴震发动机不一样 该型发动机的原理并不复杂 它的核心就是利用暴震现象作为动力来源 而暴震现象在汽车发动机中也比较常见 只不过在汽车领域 暴震会损坏汽车发动机 而在航天领域呢 暴震却是求之不得 并且也正是因此 暴震燃烧的发动机 不再需要使用传统的压气机和涡轮部件 就达到对气体进行压缩的目的 使其结构简化 成本大大降低 而且和常规的喷气发动机的正常燃烧不同 暴震产生的脉冲波 每秒能达到几千公里的时速 而且因为能量释放的更加突然 快速 所以脉冲暴震发动机的推重比 也比普通涡扇发动机要高出了1.5倍 并且两者的燃烧效率也大不相同 其中暴震发动机 是在暴震燃烧的过程当中 有很高的燃烧速度和反用物转换速率 可近似为等容燃烧过程 这种燃烧过程的热循环效率 远高于常规等压燃烧的超声速暴震燃烧的发动机 而常规的喷气式发动机燃烧式 使用的就是等压燃烧过程 它会在燃烧压力增大时排气 形成自我调节的恒定压力 压力波传递是以音速传递 这样虽然稳定 但是也代表了燃烧压力无法达到最大 其效率多少会受到影响 而等容燃烧则不一样 它会在一定的空间内混合燃烧 其爆轰波传播速度高于音速 可以轻易达到1400米每秒以上 在形成高压后向尾喷口扩散 完成一次排气动作 并重新进入下一个循环 从热力学角度来看 暴震发动机是最划算的燃烧消耗方式 其燃烧的利用效率比火箭发动机提高一倍 当然除了暴震发动机之外 超燃冲压发动机的内部燃烧过程 其实也类似于等容燃烧 也很适合在高超音速下工作 不过超燃冲压发动机却有着启动限制 那就是需要由其他发动机将其加速到音速的4倍以上 反观暴震发动机却并不需要这样 它的工作范围十分广泛 可以零速度启动 并且单位燃烧消耗率低 虽然结构和冲压发动机不一样 但同样简单 其最简单的类别甚至只有一根管子 不过暴震发动机的种类不一样 各项应用前景差异也非常大 这就是为什么它会被当成21世纪的梦幻动力的原因 那么这种梦幻动力又是如何工作的呢 这里咱们先来了解一下暴震发动机的组成 它主要是由浸气道 暴震室 尾喷管 暴震激发器 阀门等组成 一个工作循环呢 包括了浸气 喷油 点火 燃烧以及排气 按照这个循环的特点 具体呢可以将其基本工作 循环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易暴燃料 氧化剂混合物填充暴震室 点火起暴 暴震波向长口端传播并排出暴震室 暴震室中充满高温高压的燃气 暴震波达到出口时 膨胀波反射进来 暴震产物从暴震室排出 大部分燃气排出后 从封闭端反射回来的膨胀波排出暴震室 膨胀波排出后 暴震室处于低压状态 冲入隔离气体 吹除余下的燃气 接着重新补充可暴混合物 开始新的循环 整个工作过程是间歇性的周期性进行 这就是说 暴震发动机并不是在稳定状态工作的 当暴震频率很高的时候 最大大于100赫兹时 它的工作过程才会连续 可以提供连续推力 以及推动飞行器前进 目前比较主流的暴震发动机 有以下类型 它们分别是脉冲暴震发动机 旋转暴震发动机 斜暴震发动机 其中脉冲暴震发动机 根据侧重点的不同 也有不同的分类方式 按暴震管数目可以分为 单管 多管PTE 按燃料形式可以分为气象 液象燃料PTE 按氧化剂的来源可以分为 自吸气式 火箭式PTE 当前通常将其分为纯PTE 组合循环PTE和混合PTE三大类 其中纯PTE主要是由 暴震式 进气道 尾喷管组成 而混合PTE则是由PTE和窝喷或 窝扇发动机相结合 循环组合PTE则是由 PTE与冲压发动机 超燃冲压发动机 火箭发动机等动力装置 组合而成 在不同速度范围内 运行不同的工作循环 但是无论哪一种侧重点的 爆震发动机的结构都较为简单 尺寸小 适用范围广 成本低 可在零速度下使用 燃烧效率高 高速性能优越 据估计 脉冲爆震发动机的 推重比可以达20 马赫数范围0到10 飞行高度范围0到50千米 推力范围0.5公斤到5万公斤 也就是因为结构简单 所以使用同等体积燃料下 搭载脉冲爆震发动机的飞机 航程比不搭载的多了一倍 这就为其实现不加油洲际飞行 提供了可能 并且它也没有容易损坏的旋转部件 此外 它还可以采用现有燃料 和用现有工艺生产 预计该款发动机的成本 能比超音速涡轮发动机 价格便宜75% 在价格低廉的同时 该款发动机还是唯一一种 能以双模式工作的发动机 它可以吸气式和火箭式 两种模式工作 例如在M数0到3和更高的范围内 以有效的吸气式推进 然后以脉冲爆震火箭模式工作 因此才有许多专家认为 爆震发动机是未来军用和航空航天运输领域 有前途的新概念发动机 也正是因其优良性能 让不少国家都投入了大量资金研究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就曾经将PDE 列为革命性概念加以大力发展 美国国防预先研究计划局 空军海军也都制定了相应计划 支持各自研究机构和公司开展PDE研究 早在2003年 普惠公司就与波音公司联合研制了 全尺寸的飞行进气条件下的 无管PDE验证样机ITR2 该样机以2.5马赫的速度 和12192米的飞行高度完成了模拟飞行 实现了单管工作频率80赫兹的稳定工作 产生推力约6700牛 最小单位燃料消耗率仅为0.08KG 此外普惠公司的研究还表明 采用碳氢燃料时 纯PDE的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达到4马赫 若采用氢燃料 飞行速度还能提高 到了2008年1月31号 由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研究的 第一架由PDE驱动的载人飞机 在莫哈维机场进行了首次试飞验证 使用的是一台4管PDE发动机 它以80赫兹的频率运行 产生大约890牛顿的推力 不过这架飞机是先用火箭推力升空 然后在30米高度开启PDE并工作了10秒 尽管当时它还没有到实用阶段 但其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 证明了PDE作为动力装置的潜力 但是到目前为止 虽然有多个国家已经结合实际应用需求 开展了大量实验研究和样机试制 甚至有一些已经基本完成了原理性实验 进入了掩饰验证阶段 并且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但其推力水平仍未达到预期 距离研制基于PDE的经济实用飞行器 还需要解决大量技术难题 除此之外 法国 加拿大 以色列 瑞典等国家 也开展了PDE的相关研究 不过PDE也并非没有缺点 它的结构需要多次点火和高频率起爆 因此相较于PDE 另一种使用了环形燃烧式结构的旋转暴震结构 就很好地避免了这种问题 它的基本概念是形成一个环形通道 燃料和氧化剂 通常通过小孔或者狭缝注入通道 一次启动后会形成一个或者多个暴震波 在燃烧式头部旋转传播 燃烧产物从另一端高速排出产生推力 与PDE相比 理论上RDE只需要一次起爆就可以连续燃烧 避免了PDE那高频率重复起爆的问题 并且RDE的工作频率定义与PDE也有所不同 RDE的工作频率一般表述为震荡频率 近似来看是一秒内经过暴震式某一点处的波头数量 而PDE工作频率是暴震循环的频率 因此RDE可以在火箭机和冲压两种模态下工作 毕竟它比脉冲暴震要更稳定 其爆轰波同样是超音速扩展 可以说既保持了PDE的优点 又避免了PDE的缺点 而该款发动机也是目前全球多国突破的方向之一 而最后的ODE也就是斜暴震发动机 它的结构与美国在2001年试飞的 X43A实验机的燃烧式抛面 看起来十分相似 不过相较于X43A ODE的结构看起来更简单 但是其稳定爆震技术难度更大 该型发动机主要是利用一道或者多道 斜击波对气流进行压缩 让击波后的流动混合作用 把燃料和空气混合均匀 到了下一道击波产生的高温高压 正好将其点燃 然后在燃烧式的一个击波封面上发生爆震 爆轰波超音速传递扩散形成推力 相较于前两款爆震发动机呢 斜爆震发动机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 不过如果能够做到以上的要求 斜击波爆震在理论上是可以达到16马赫以上的 这比超燃冲压发动机的6到10马赫还要高出不少 因此关于该型发动机的研究也一直没有停下 但是迄今呢还没有能长时间稳定运行的实验案例 也没有可靠性高的发动机样机 由于爆震发动机具有独特的优点 它在军用和民用等方面呢 都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成为了21世纪新型动力装置 小到无人驾驶飞机 把机 引诱飞机 大到超音速隐身侦察机 以及空间作战平台的变轨 都可以利用爆震发动机来充当动力 那么这时候或许有人就想问了 既然这迈冲爆震发动机性能这么强 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 它还是没有量产实用呢 这里呢就涉及到它的缺点和难点问题了 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噪音问题 迈冲爆震发动机使用噪音太大 一旦开启就仿佛有人在你耳边打机枪 装在导弹上还行 毕竟是无人设备 但是如果应用在飞机上 怕是乘客会第一个不乐意 其次就是燃料问题 相比汽车燃料的单一 航空燃料有复杂的成本和配比 如果想正常使用爆燃技术 就必须要将航空燃油打成油物状 这就需要极其高超的制造工艺才能完成 而最最困难的技术问题呢 则在于无法控制爆炸 毕竟在恶劣的高温高压环境下 爆震发动机的燃烧和工作过程很难稳定 再加上目前还缺乏可靠的模拟计算方法 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热力循环分析 而且呢爆震燃烧的频率必须高于100赫兹 才能产生足够大的比冲 其效率才有可能是优于涡轮喷气式发动机 但是想要在一个空腔里面 仅仅依靠自己的压力膨胀过程 在一秒钟之内 王富完成100多次稳定有效的进气 共有高速喷注和混合起爆排气 那是相当困难 经过数十年的测试和摸索 目前呢美国有关的大学 公司和科研部门 已经初步掌握了它的特点和规律 能对PTE发动机的热力循环 内外流场等进行较为准确的数值模拟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对于这款爆震发动机都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 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我们下期再见